而且你看到這個畫面 也太美了吧 我們沒有辦法想到 這是地球的極光大爆發 爆發之後果然我們看到了 中緯度區都能看到這種美景 是 現在真的是極光大爆發 我們都知道本來你要看極光 你要往很北的地方 阿拉斯加 北歐這些地方 沒有想到現在美國 竟然有20幾個鐘 都可以看到這個極光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強烈的太陽風暴 噴發帶電粒子跟地球的磁場 交錯所以所導致而成 這一次你看 你看它紅色有沒有 他們說這個紅色極光 事實上是比較少見 因為紅色極光它的高度 通常是要到150公里以上的 天空的高度以上 比較容易出來 你這個綠色極光 就是大概是100公里以上的高度 比較容易出現 今年的大爆發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不是只有綠色 紅色甚至有一大堆紅黃 交錯的都會有 你都會覺得也真的是太漂亮了 整個黑夜 就像是上帝的調色盤一樣 非常非常的浪漫 這一次因為是極光呈現 所謂地磁風暴 達到G4的一個非常強的等級 所以讓極光從以前的高緯度 一路向南 包括向哪裡 他們就說德州 美國南部的德州跟澳 有的時候也有 真的是很少見 日本北海道這些 目前為止也都有人看到 甚至黑龍江 中緯度的內蒙古 中緯度的新疆 中高緯度的北海道 都可以看得到極光 你看這粉紅色 粉紅色在哪裡 是在美國南部的 亞歷桑那州的沙漠 所以你就會認為說 現在有的人想說 不用再特別去追極光了 你只可能住在這個 美國比較中緯度的地方 開在家門比較暗的地方 其實就可以看得到 他們甚至說 包括伊利諾州 密蘇里州 愛荷華州 全美有20多個州 都可以看得到 滿天空這樣子五顏六色 非常非常漂亮的 這樣極光的景象 在今年12月 明年的1月 甚至到2026年 都說是現在一個 太陽風暴的巔峰期 所以這個五顏六色 想要追極光的朋友 真的是可以好好把握 這兩年的一個時間